李小鹿夜宿门爆发之后,一年来遭受不少流言蜚语,虽然有用法律进行维权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 多次与造谣者对不公常胜了之后,赔偿金额并不多,还花费据资请名律师,根本就是费力不逃跑,但李小鹿已经对谣言零容忍。 前两天,李小鹿在被造谣与薛之谦有私情,而且私生活异常混乱,引起不小波澜,由于爆料者是薛之谦前女友,素有吹神之称的李宇童,很多人信以为真,一些营香号因此失去了基本判断,以此为由炒作大量转发,引起不迷茫有跟风。 李小鹿忍无可忍之下动了真格,工作室发文,要搜集证据,交给警察和法院解决,但依旧没能平息谣言。 这两天,李小鹿又被传怀了二胎,让人一头雾水,明明讲奶量才说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,两人达到已经和好如初,还是李小鹿有了新恋情。 这些盛传李小鹿怀了二胎文章中,清楚写着他此前出席活动,突然出现了作呕的情况,而且频繁无嘴,还引起张庭担心,网友们纷纷猜测,是否怀了二胎了。 可是图片老旧,内容也没有标注明确时间,特别是自从夜宿门后,李小鹿已经停止出席任何活动,所有细节也根本经不起推敲。 明显就是造谣,但依旧有一部分网友信以为真,通过查找出处,很轻易就找到图片最造来源。 这张图片出处,源自于十一年李小鹿出席活动旧照,当时还曾引起媒体报道,以为他身体出现状况。 不过就是一个小插曲,如今却被用来造谣李小鹿怀了二胎,真的让人觉得好笑。 但是这次被造谣李小鹿怀了二胎,已经引起不小风波,加上最近还有人造谣李小鹿些恋情,难保会让人无法判断真假。 不过,造谣李小鹿后果也很严重,前几天,李小鹿才答应官司获得赔偿15W,还有人顶峰作案,胆子也太大。